台风杜苏睿来袭 各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雨势 澎湖今天是停班停课 但因为没有明显的风雨 让当地民众直说 赚到一天台风假 甚至还有人在航道上钓鱼 不过澎湖县府就提醒了 随着台风逼近 风雨会越来越大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大意 也不要前往到海边活动 海巡运人员向前提醒民众 小心关浪 杜苏睿台风来袭 为本岛各地带来狂风咒语 澎湖却没有明显雨势 吸引不少民众到海边观浪 海面风平浪静 就连鸟儿的叫声也听得一清二楚 厚厚乌云遮住烈日 伴随阵风气温宜人 也让民众直呼 赚到一天台风假 马公的崇光码头外 甚至出现民众站在航档上钓鱼 长浪真正袭来 持续拍打岸边 随着台风快速往北北溪前进 外围环流影响 位在迎风面的岸边 也出现两到三公尺的浪花 县府指出 目前仍有五千名旅客 滞留在澎湖 澎湖岸巡队也在今天加强人力 在各个海岸线正强巡视 那飞飞澳的时候 就是尽量不要外出 那尽可能就是不要到海边 从事可能关浪啊 或者是一些暗季 跟水上水下的一些活动 尽管白天风平浪静 县府提醒 随着杜苏睿逼近 入夜后仍会有风雨 民众跟游客人需小心 记者综合报道